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肖战资讯 继梦中的那片海 玉谷摇后肖战又参演了娇洋伴我 这部剧在央视八套黄金档开播 肖战搭档百百合主演 田羽猪猪作配 可谓阵容豪华 不得不承认肖战好大的牌面 灵妖肖战 一个能把大半个娱乐圈绿了的男人 肖战有多出圈 泰国粉丝见面会一笑疯神 微博随随便便评论一百万家 点赞更是达到了几百万 出道至今肖战出演的电影 电视剧没断过 当别人还在绞尽脑汁蹭流量的时候 他就已经是流量本量了 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无他就一个字帅 对于自己长得帅这件事 肖战非常坦诚 不逃避这个问题 一个良好的形象 确实会帮人加分 但是对自己的帅 他又能保持清醒 良好的形象只是一个敲门砖 当你打开这扇门之后 剩下的要靠真功夫 这个就没办法了 正是深知在娱乐圈 吃外貌红利走不远 肖战选择了努力 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 从参加选秀节目燃烧吧 少年开始 肖战就卯足了进拼 完全没有舞蹈经验 他就一直练 练到膝盖积水 练到指甲盖脱落 不吭声继续练 这份努力和坚持 让肖战在短短的时间内 便从一个没有任何经验的素人 变成一名能唱能跳的爱豆 从爱豆歌手转型演员 肖战也乐于尝试 即使是小角色也尽力演好 为了做到眼里有戏 练习 仔细琢磨人物情绪 磨角色 也磨自己 最后磨出了一个爆款位无限 后来肖战又陆续出演了 庆余年的颜冰云 余生的顾位 梦中的那片海的肖春生 他不会让自己待在舒适区 总会通过不同的角色 带给粉丝惊喜 从素人到爱豆 从爱豆到演员 肖战在努力变成更好的人 让自己在娱乐圈走得更远 02就这么默默努力 肖战的星途自然一片坦荡 令人措手不及的是 个别粉丝的不理智行为 差点让肖战销声匿迹 2020年初 某平台发表的一篇文章 被肖战粉丝认为是在丑化肖战 严重影响了肖战的形象 为了表达不满 他们对平台及作者进行强烈抵制 几天后 该平台被关停 读者粉丝无法访问 气愤的他们联合起来发起反抗 抵制肖战的代言 给他的作品打低分 接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场战斗 一时间肖战不仅被推上风口浪尖 还被恶搞 这还不算完 几个月后 风波又起 一段某小学老师公开组织 全班学生为肖战跳舞的应援视频 引发热议 当时正处于疫情期间 可视频中的小朋友却脱下口罩 整齐地做首饰 喊口号 为肖战加油 场面极为壮观 疫情期间把学生当成应援工具 让人气愤 让人恶心 这本是粉丝的无脑行为 因为与肖战有关 又引起一轮骂战 甚至把官媒都炸了出来 接连出现两次闹剧 肖战很委屈 自己什么都没干 却掀起那么大风波 可他似乎没想好怎么应对 短暂沉默后 肖战终于发声 先是在微博上转发专访 为自己近期的争议 给网友带来困扰道歉 接着又发微博 让大家理智追星 遵守规范和底线 由于两条微博都选择在半夜发 让人感觉不到诚意 很多网友并不买账 肖战的路人员 眼看着快被败光了 03 可顶流哪有那么容易倒下 再次出现时 肖战制造了那于无法复刻的奇迹 2020年底 沉寂了10个月的肖战 在没有任何官宣的情况下 参加星光大赏活动 当他走到舞台聚光灯下 8秒后 全场为他亮起一片红海 这片红海来之不易 早在5个月前 肖战就解散了他的粉丝后援会 粉丝无法购买团票 只能各自买散票 与安检斗志斗勇 将灯牌藏在衣服里 绑在腿上 况且此次活动没有官宣 大家都不确定肖战是否会出现 可他们还是赶来了 看到红海的那一刻 肖战也惊呆了 随即露出久违的笑容 再次拿起话筒时 眼含热泪 声音哽咽 他没想到10个月没见 粉丝依然没忘记他 这一抹红 是粉丝的思念与支持 虽无声却充满力量 活动过后 肖战又回到大家视线中 拿下一个又一个亮眼的成绩 2021年 25个代言接到手软 2022年主演的王牌部队提名飞天奖 入围金英奖 余生请多指教军 集数14一波放量 2023年 梦中的那片海首播平台第一 出道以来 肖战的热度和话题度从没减过 曾经 因为颜值 他是能把半个娱乐圈绿了的男人 后来因为粉丝的不理智 他受到牵连 遭遇网暴 沉寂归来 八秒红海创造内于奇迹 他又从地狱杀了回来 他被流量加持 又遭流量反噬 好在他能清醒看待流量这件事 创造自己的价值 非你不可的价值 这个好过暴根红 我最终希望在这个社会 在这个世界有我自己的位置 在别人追逐流量的时候 他早已学会扎根练声 练武 磨眼计 默默做着他该做的事 随着一步步作品的输出 在纷繁复杂的娱乐圈里 他终于有了自己的位置 这个位置 依靠的是一颗把事情做好的初心 对职业的敬畏心 以及自我沉淀的耐心 当舞台的光重新打在他身上的时候 人们看到了一个更好的肖战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 本频道专注肖战作品 资讯与综艺 一起为宝藏偶像打call 请 reads,acam,订阅,资讯人们 支持,明镜,资讯人们